自从特朗普上台后,在美国优先政策的指导下,美国霸权主义是外交,被发挥到了极致。 据今日俄罗斯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内,美国对35个国家实施制裁,或者威胁实施制裁,墨西哥是最新的目标。 对美一笔出口征收5%的关税,逐渐增加到25%。 直到他阻止拉美移民流入美国,从而实现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选举承诺之一。 大多数移民甚至不是来自墨西哥。 在世界的另一边,印度将被迫面临一个选择,要么放弃购买俄罗斯F400防空系统,要么根据美国敌对国家制裁法案接受惩罚。 土耳其也正面临着类似的最后通牒。 要么放弃F400导弹,埃卡拉已再拒绝这样做,或者无法使用F-35战斗机。 美国代理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凯瑟琳斯巴拉格,在上周四重申了这一威胁。 土耳其已经为购买美国F-35战斗机,投入了大约12.5亿美元。 但由于土耳其也参加了F-35的外包生产。 因此,美国和土耳其,谁将成为更大的输家?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 同样在上周四,美国驻伊朗特别代表布莱恩-胡克威胁称,如果整个欧盟试图绕过美国的禁运与伊朗进行贸易,或者使用欧元来对伊朗进行人道主义援助。 那么整个欧盟都可能面临美国敌对国家制裁法案惩罚,向魏元朗普突然退出伊核协议。 欧洲成员国在与德黑兰的核协议上,一直努力工作,一再被证实有效。 欧盟成员国不准备放弃。 古巴,则是特朗普政府新发现的针对左翼主义的新屁罪扬,被美方认为是支援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·马杜罗的幕后黑手。 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,在周四访问加拿大时表示,加拿大必须阻止古巴对委内瑞拉失误的恶毒影响。 尽管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含魂的反对美国的建议,只是称本国可以在解决委内瑞拉危机方面,发挥积极作用。 如果按照欧盟28个成员国来计算,美国在上周四5月30日,一天就对30个国家进行了外交和制裁威胁。 尽管美国的军事干涉能力有所下降,但这并不妨碍特朗普政府,把炮剑外交发挥到极致。 要么听美国的话,要么就去死。 当然,在过去的一周中,美国的威胁肯定少不了伊朗美国认定,伊朗是袭击波斯湾游轮的使作用者,俄罗斯可能重启低当量核试验,和委内瑞拉马杜罗与反对派的会谈坦崩了。 因为马杜罗下台,是美国能接受的唯一结果,其当选总统的下台,是与华盛顿将接受的反对派期待已久的会谈的唯一结果。 今日俄罗斯网站承认,尽管美国相对实力在衰落,但美国在战后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巨大影响力仍然存在。 即使他的对手也不得不依赖美元,全球无数军事基地,让美军能够干涉世界各地。 特朗普和他强硬的幕僚,继承了美国的影响力,理所当然地使用它来威胁世界其他国家。 当然,美国现在这种威胁世界的方法,也是在快速透支美国的影响力。 因为美国正在向盟友和竞争对手表明,美国不再是伟大的国家,而是一个丑陋的霸权。